人類面對病毒的威脅再加一 像這樣在皮膚上長出無數水泡的喉兜疫情 正從非洲一路蔓延到歐洲各國 連美國也出現了疫情病例 罹患喉兜後 症状會持續二十到四個星期 英國已經累計九起病例 西班牙則是有二十三個疑似案例 而葡萄牙的五起確定病例 加上二十多起可能的病例 是目前疫情最多的國家 這家認為雖然有機會變成重症 但目前發現的病毒株致死律約一成 不至於造成大流行 但還是需要密切關注 平日新聞談給你 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平日新聞 報告 報告 郵報告 評報告 報告 評報告 評報告